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辈子都没什么虑过 生日话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谁呢 我就不多说了 2080世界选美大赛的冠军兼李嘉昌或是比尔盖茨 未来的曾孙媳妇和世界仿装大师发财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的仿装小课堂 今天呢 又出家座了 我要来挑战化一个我非常喜欢看的一个动画电影 怪物史莱克的菲奥娜公主 如果你想知道我是如果从这样变成这样 从这样变成这样 从这样变成这样的话 那就继续往下看下去吧 作为一名优质的创作型美妆博主 我每天都会搜集各种各样的创作灵感 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按部就班的女人 我喜欢尝试新鲜的食物挑战不一样的感觉 我的人生就是要越战越勇 所以那个评论区有没有那个年薪60万以上 公司给他交补充公积金 并且英语过六级的优秀男士 请私信联系我 谢谢 好 行 话不多说 开始化妆 首先我们先来调一个史莱克的同款肤色 需要的工具是这个 我在淘宝的花世界外前买的彩绘颜料 这个它是可以直接涂到脸上的 还很便宜 不过一般都是像我这样的大师 才会用到这样的东西 来一点绿色 史莱克的肤色是有点那种脆绿色的感觉 所以我们还需要再来一点黄色 之后我们用这个LA Girl的这个纯白色的粉底液 因为只有白色的粉底液才可以调色 开始你的创作 颜色调好之后就可以上脸了 我真的是太有艺术细胞了 像个癞蛤蟆 有点担心会把衣服给弄脏 但是好在这个衣服比较便宜 看在我这么努力的份上 给我一个一键三脸好吗 加一嫩 然后这个底就已经上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画修容的部分 还是用刚才这个绿色 然后加一点黄色进去 因为修容的部分的话是要明亮一点 这个提亮看起来真的已经很实莱克了 现在开始定妆吧 我得用一把新的耍子 用这个RCMA的散粉 这个散粉是透明的 它可以定绿色的底妆 OK 定妆已完成 我现在看起来就不反光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画什么呢 画眼妆 用这个Morphe的眼影牌 然后里面有这两个绿色 刚好今天是会用上的 我觉得今天这个妆最难就难在这个粉底液 底妆画好之后其他的部分的话就简单多了 用这个绿色 用这个绿色你还可以直接把B1给画了 今天的妆容颜色就是非常的统一 让这个眼妆更精致一点 然后在中间来点这种珠光的绿色 眼妆就已经画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画眉毛 眉毛用这块棕红色 来点腮红 绿里透粉 还不错 还是用刚才我们画眼影的那个绿色 画修容 也太难运了 接下来就只剩下最后一步了 涂一个口红 我选了一个比较粉嫩的颜色 今天这个妆我真的是对着动画片里面1比1还原的 有点像癞蛤蟆 红色的口红有点不太好看 红配绿塞狗屎 我决定还是涂一个绿色的口红 这样可能看起来会比较斜条一点 你们还记得这一只蕾蛤蟆吗 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好看多了 然后现在戴上了假发 还戴了个黄罐 还挺像菲娥娜公主的吧 总体画的还是蛮成功的 但是眼下有一个我即将去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今天晚上我应该要怎么卸妆呢 化妆一时爽 化完火葬场 我今天准备用一个卸妆力度比较强一点的卸妆膏来卸妆 这个是KIM TRUE的卸妆膏 它是这种土豆泥的质地 上脸之后也不用乳化 你就只需要这么搓搓搓搓搓搓搓 然后再这么一擦 这个超级感觉 主要是它根本就不需要乳化 所以很方便 我估计有些人好像连乳化是啥意思都不知道 然后再来一点 骗其他的位置 我这位置都没这么滤过 真实话 我的妈妈我还得卸脖子 我下次就应该要摆一天化 化完之后顺便去接上光个地 这晚上化完之后就得卸掉 太浪费了 还行 卸妆比我想象中容易 洗个脸去 等会儿见 我现在洗完脸回来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视频的话 请不要忘记为我一片三脸哦 那本Fiona公主 就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都能找到一个像史莱克一样的男朋友 今天的视频到这就已经结束了